我喜欢睡前你一句晚安 我喜欢醒来就是你侧脸 我也喜欢每个与你相伴 我喜欢笑语在耳边轻难 我喜欢清晨迷眼的慵懒 我也喜欢一切与你有关的 细碎的图案 我喜欢睡前你一句晚安 我喜欢醒来就是你侧脸 我也喜欢每一个与你相伴 左右的瞬间 今天我只想了你一切 爱你的话也说了一千遍 连爱剧情我写了一千段 最后流放到你心里 明天就是第一千零一天 马上要说第一千零一遍 第二天醒来后能听见 第一千零一遍 第一千零一遍 我爱你 我喜欢繁星天天的夜空 我喜欢乌颜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 我喜欢有你细身的小城 我喜欢繁星天天的夜空 我喜欢乌颜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吹着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 我喜欢有你细身的小城 我也喜欢有你细身的小城 我也喜欢有你细身的小城 我喜欢有你细身的小城 那一句好梦 我喜欢繁星天天的星空 我喜欢乌颜柳色的彩虹 我喜欢乌颜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睡前你一句晚安 我喜欢醒来就是你侧脸 我也喜欢每一刻与你相伴 所有的时间 你一成天爱你的话也说了一千遍 恋爱剧情我写了一千段 最后流放到你心里 我喜欢看醒点点的夜空 我喜欢乌烟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等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 我喜欢有你牺牲的笑容 我喜欢翻新点点的夜空 我喜欢乌烟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 我喜欢有你牺牲的笑尘 我也喜欢你勇气消心思的那一句好梦 我喜欢相遇在耳边许蜡 我喜欢清晨迷眼的勇烂 我喜欢一切与你勇气消心思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睡见你一句晚安 我喜欢醒来就是你的锁炼 我喜欢每个与你相遇的那一盏路灯 我藏你姐 我喜欢乌烟柳色的彩虹 你很喜欢一整晚香声不断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微风 我喜欢有你牺牲的笑尘 就不再感觉到害怕的步骤向前 我喜欢繁星点点的夜空 我喜欢乌烟柳色的彩虹 我也喜欢深夜照亮星辰的那一盏路灯 我喜欢带来温暖的海风 我喜欢有你牺牲的笑尘 我也喜欢你有些小心思的那一盏路灯 谈恋爱最菜的三大星座 第三名白羊座 白羊菜就菜的不会控制恋爱节奏 白羊喜欢一个人的时候非常上头 他付出的都是真心 但怪就怪他上头的太早了 他都没有完全了解对方 所以白羊长长追着追着就会发现 对方好像也没有那么好 他就瞬间下头 所以他其实明明一点也不扎 但骂他聊完就跑的人还是一大堆 第二名巨蟹座 巨蟹菜就菜的心太软了 你的每一句话是真情还是敷衍 巨蟹本人心里都非常有数 只不过他的自尊心会让他逼迫自己装作没事 但是他越是强撑着不解决 他就会越难过越委屈 他就也想虐你一下看看你的态度 但他在虐你的过程中又会开始不断为你找理由辩解 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误会了你 甚至最后就是觉得是自己想太多了 但有人领情吗 根本没有 人家只觉得巨蟹作 第一名 他们根本就不会谈恋爱 只会憋死自己 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依赖任何人 跟他们处对象的人就是感觉自己可有可无 同时因为没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 时间久了 人家就会越来越懒得关心他们 越来越不在乎他们的感受 哪怕有一天他们真的撑不住了 人家也觉得他们能一个人扛下所有 他们就是磨蟹作 人家也觉得他们能处理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